肖战年内第27个代言效果报告出炉 再次收获一份耀眼成绩单 另外在这份权威的报告还显示了 品牌在官宣后所获得的声量有99.04%均来自于肖战 堪称是一个接近百分百数据 由此可见肖战被称之为代言小福星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当然从拉夫劳伦官宣与肖战年内第27个代言效果报告出炉 肖战合作后的这些热度数据中 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肖战在商务上那一如既往的耀眼姿态 而这些不断呈现出的耀眼成绩单 不仅是肖战商务成就的一个缩影 也是他商业价值的一次又一次认证 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不断认证 也必然会让更多优质品牌看到肖战这位最佳代言人 究竟能为品牌带来怎样的好处 诚然从肖战年内已经官宣27个全新代言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众多品牌们用实际行动选择的一个结果 毕竟有眼光的品牌真的不是少数 有眼光可以说也是等于有收获 因为从每一个选择与肖战合作的品牌来看 无一例外都收获了巨大的回报 巨大的回报不管是从哪些销售数据中 还是在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耀眼成绩单中 都得到了最权威的认证 当然优质代言人与优质品牌合作所达成的双赢局面 也在这些惊人的数据中完整的呈现了出来 而肖战与所有合作品牌们达成的双赢 也是诠释了为什么他能受到如此多优质品牌品牌的青睐 因为官宣级热度 必然会促使更多品牌期待与肖战的合作 所以在未来可以预见的是 肖战商务上还将继续刷新着自己的记录 并创造出更多的商业佳话 肖战 運用权 用权 Sty snowflake 制裁 奥 7